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一个新的技术,OK 这个技术是很多人看过我打球的人 他们都问过我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直播间也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OK,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你们学上来,你们是就跟上一个档次了,好吧 OK,快快地给你们一个update一下 就是那个步伐的网课已经快 就是前面一部分已经快好了 所以我会先上架前面一部分 然后呢,后面我完成什么 我就继续往这个网课里面更新,增加这个内容,好吧 谁有关注我朋友圈的,对吧 你们就知道我每次都是三个半夜才可以编辑视频或录视频 因为白天我有白天的课,必须要待到晚上10点 然后到了吃个饭什么12点才开口半夜 所以每次看我发朋友圈,我在工作的时候呢 你们都会看到3点、4点、5点 所以可能要是凌晨才可以睡觉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我特意要慢 真的就是时间不够,OK 而且呢,我要你们理解一点就是 步伐呢,不是只是教你们动作而已 教你们怎么做,并不是 OK,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们就不用看这个教学了 随便看你们都可以学到 没有,我要给你们解释 为什么用这个步伐,为什么不用那个步伐 启动的也怎么做 为什么很多人一直错过启动时间 每个人眼睛看到别人打球,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他为什么启动错了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OK 而且步伐是关于到6个点 然后组合不同的步伐 这个是不像一个杀球一个技术 或是错球一个技术没有 他用很长时间 所以我自己也低估了这个教学 其实是需要那么长时间的 懂吗 每一天都在弄,每一天都没有在休息 所以我尽快给你们弄的最好的 OK 步伐不是教你们动作 教你们节奏和空间 后面这两个是最多人没有学过的 这个我会在我的这个网课 好好教你们 让你们明明白白 然后做的跟那个 转眼圈一样 好不好 当然也教你们怎么练 好的 那我们废话手说 我们立刻开始吧 YOU 这么回家 这么回家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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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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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 我找到了 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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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幕联明 你家裁判施子,你不懂 OK好的 前阵子很多人看我一个打球的视频 然后他们都问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出球的时候那么快 球速那么快 而对方出球的时候 球速那么慢 OK好的 还没开始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实验 你看我打这几个球 你们跟我说哪一个快速球 哪一个是慢速的球 OK你们肯定会觉得 第一个是快速球 然后第二个是慢的 然后第三个是快的 OK我要跟你说不是 反而呢第一个是慢的 第二个是快的 为什么呢 好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视频 我们再来回答为什么 现在我们先继续看这个教学 OK不只是看过 我那个打球视频的 在那个直播间也是有很多人问 怎么出个快速球 OK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是不是要很有劲才可以做到 到底这个力量是怎么去练的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OK 你看那个打球视频对吧 有时我出的球 都没有到底线 而对方出的球 却到底线 但是为什么你们还说 我出球比他快呢 他能够打到底线 不是他更有劲吗 而有时我打的时候呢 都没有完完全的到 这个底线 我就可能到这边而已 但为什么你们还是觉得 我出球比他快呢 是不是因为每一次我出球的时候 我们在说个高远球啊 他都看起来很被动 而他打到底线 OK其实打到再到位的球 我都不被动 对不对 我们来定义一个球速快呢 全都是在于 对方什么时候反应过来 如果我出一个球 他看起来很被动 那就是我球速快了 如果你出一个球 就是你打得再比我远 OK 但是我能够反应过来 那就是你球速慢了 这个阳 backed 就是我 对不对 不管是后场 往前技术也是一样 对吧 有时你看国内学员 他们甚至有啪 球就过了那个地方 过了对方 那对方就很难受 不是说退球 有时就一个正常的挑球 而你们呢 甩得很大动作 但是 对方还是能够反应来 甚至还能杀你们 对吗 好 那打个快速球有什么好处呢 很明显 那要是如果你可以打个快速球的话 对方就慢 他就接不到球 那你就得分 或者是说 如果他步伐特别好 他很主动 你可以出个快速球的话 突然间他就对不上节奏 那他就开始被动 那你就可以开始进攻 然后得分 OK 所以我们再看回刚才那个视频 如果没有一个人站在对面 如果没有一个人反应 去反应我打的球 你是看不出来哪一个是慢 哪一个是快速球的 OK 能不能定一个球速是快 还是球速是慢 是在于这个人能不能反应过来 懂吗 你看如果我真的很使劲的话 这球都会有时间 对不对 所以不是看你有多有劲 不是看你 死的多大力 不是 也不是看球可以飞的多远 不是 OK 都在于对方能不能反应过来 当你出球的时候 好 那这个快速球是怎么练的呢 是很有劲就可以吗 因为你要想一下这个场地就那么大 你再怎么甩的 他就只能飞这个距离 他不能再远了 他不能再很使劲的打了 因为再打就出界了 对不对 我来跟你们说 那秘诀在哪里 全都是你的影拍 你的影拍越小 他越难看到你什么时候打 他越难看到你什么时候打 他越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启动 他或者是说他越不敢启动 因为他怕提前启动 那你突然间没有影拍 突然打了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要做个启动球过了他了 所以他启动的时候 球都已经过了他了 所以你觉得 你出球真的太快了 因为对方没反应过来 而对方呢 他可以打到很到位 特别到位 显得就是 特别快 但是呢 每一次他打的时候呢 我都能反应过来 甚至我还接得很轻松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影拍太大了 他每次还没有打的时候 他就做这个动作 我都看到 很明显 我就直接逐个启动了 不管是掉球后场球 我都可以启动 我都可以接 所以他打高点球 再到位的话都无所谓 我都可以去杀 懂吗 所以之所以这样子 他打了再一号到位的时候 我因为动作特别小 啪 就是打到没有到很到位 他都很难受 哇 球过了他 因为他看不到 我什么时候影拍 他就没办法启动 明白吗 那你可能会说 我知道 影拍小 我也知道 对吧 影拍越小 对方就反应不过来 但是影拍小发不上力 你认为我不喜欢影拍小吗 但是影拍小就发不上力 所以我才做大动作 对不对 不要着急 OK 去看 然后我跟你说 到底是怎么做的 好 那这个小影拍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因为力量的问题吗 是吗 你会看很多专业学员说 就连手指力量就行了 手指就可以 就可以打到底线了 这句话对吗 这句话是对 同时 没有说得很完整 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我们正常会拍是这样子 对吧 我们学的 一 二 三 四 对不对 那如果我做快的话 就是这个动作吗 对不对 那如果我甩得很快 我甩得很有劲 就是这个动作咯 对不对 好 那小动作呢 是怎么样 看 小动作就是 这样子咯 你会看到我影拍很小的 对不对 好的 你看这两个动作 一个影拍大 一个影拍小 两个的在同时开始 但是你会看到影拍小的 那个回拍很快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 你很快就可以接到球了 好 但这个怎么做到呢 我们是怎么做到小动作的呢 是因为我们手指特别有力吗 我们只光够手指就行了 还是 它是有方法的 你看当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是这么做 OK 我跟你说 我头脑刚才在想什么 我头脑在想着 手指 只用手指就行了 什么也不用说 只用手指 OK 不要动其他的手臂什么的 只用手指 你就显得很小了 我可以说 每个转型学员 都是会这么想的 之所以这样子 你才会听到很多人说 就练你手指就行了 你要动作小 就练你的手指就行了 你手指越有力 动作就越小 首先 不是这样的 错了 OK 为什么 如果我跟你说 OK 只用手指就行了 而你对这个正确的挥拍动作 完整动作 不熟悉你是做不出来的 为什么 你看 我做的时候是这样子 看啊 我只想着只动手指 下拍 动手指就好了 OK 你们我说 只动手指 你们会这么做 只动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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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备在哪里 你是不是发现到 你的肘没有上前 看我的啊 我动手指的时候 你看我整个手臂会上前的 你们动手指的时候 因为你们什么东西没有动嘛 你们只想着 只动手指 只动手指 然后你们就会这样子 到最后就发不上你 或者是你们看到 我们手臂上前 你们会这么做 你看啊 上前对吧 但是你的走是在后面的 抓了 走在上 看到吗 他一直没有上前的 下拍 哦 只动手指 啊 只动手指 我们说 只动手指 只动手指 啊 你们 发不上你 哎呀 我跟你说 不只是 你们也 我看到 打得很好的球员 他们 平时练得很大动作了 突然 他打得很好哦 我的大队员 高一高水平 我说 哎 只动手指 他们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原理 好 那你想 哎 那不就不对了吗 那你为什么说只动手指呢 好 这就是 为什么 很多人 误解 这个只动手指的意思 更准确的 很多人不会做 会做的人呢 他们也不值得 他们做了这个动作 或者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 OK 很多专业学员 他们都会说只动手指呢 其实他们忽略了一点 忽略了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们是从小练到大的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的肘都会上前了 所以呢 每一次呢 我们只动手指的时候呢 你看 我现在只动手指的时候呢 每次我一倒手腕 我只需要倒手腕的时候呢 我的肘会干嘛 它会上前了 很自然的 然后我一推的时候 走回继续上前了 懂吗 你们没有 你看你们 只动手指 对你们确实听到了 只动手指 所以你看 看到没有 发不上力 到最后你们觉得 发不上力 然后你们就放弃了 然后你们就 去各种各样动作了 OK 你不可以只动这边 不可以的 懂吗 听好来 我们练灰派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以完整动作去学 一二三四 OK 就这个动作 OK 你练得那么熟悉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到最后 你只需要想着你的手指 往前 推 去抓 就行了 在那个过程中呢 由于你的肌肉已经习惯了 每次你在动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上前了 懂吗 OK 所以要是如果你不熟悉这动作呢 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看我来啊 当我做完整动作的时候 我是这样子 一 二 三 四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这么学 当我只动手指的时候 你看 一 二 还是上前了 只不过现在是怎么样 每次我动手指的时候 它这个自然 我都不用想了 它自然会往前走的 一 二 三 完整动作 一 二 三 四 小动作 一 二 看到吗 你们就是这样子 完整动作 一 二 三 四 小动作 看到没有 好 你可能在听到的 原来走要上前 我跟你说 你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对这个动作就很不熟悉 你要练得很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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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你就不用想了 每次呢 你想动你的手指的时候呢 你的走自然会受动了 懂吗 你在你让我扔什么东西的好 我的走自然会往前走的 你让我扔什么东西的好 我走自然会往前走的 而很多人不会 很多人就是会这么扔啊 还是就抛千秋一样 真的 很多球员来的时候 他们都是这样子 我就想 为什么你走不上前 他们说 不是只动手指吗 就是你们忽略的这一点哦 只动手指 专业球员说 只动手指 因为我们的肌肉 就是已经是调成这样子了 我们每次就动手指的时候呢 这整个动作很自然 就会上前的了 已经很习惯了 而你们不是 懂吗 当然 你的手腕往前推 这个动作要挥啦 一定要做对 然后你的挥派动作怎么样 斩肩 什么顶走 这个空间 节奏全都要先学的正确 另外一点就是 很多人觉得手指抓紧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是他走上前 不可以的 你看 没有的 你看我如果做的话 我手指放松 我会抓 你看到吗 我手指一抓 他自然就会有一个扁打 这怎么做到呢 很多人都觉得 有一个扁打 有一个扁打 由于他们抓的方法 不对 听啊 由于他们手指带动 手腕的方法 这个就 他们都不明白 他们也没有做对 他们也没有学过 他们就讲 我要那个效果 我要那个扁打效果 到底他们怎么做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你看我没有停的 我就立马甩下去而已 但为什么他有一个扁打 效果呢 看 为什么他有一个扁打 效果呢 这就在于 你学会拍 对不对 你的食指往前推 这个方法对吗 它会不会带动手腕 然后你这个抓的方法 是抓 还是 它是有带动球拍 去加速的 你的压手腕对吗 是这样子呢 还是这样子 它有方法的 要是如果你压错手腕的话呢 你是会受伤的 懂吗 专业学院有没有压手腕 有的 但是呢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可以压手腕 不是的 好 这一些呢 我在我的撒球完整班 已经很仔细地教了 这些基本功 很需要知道的 OK 为什么说 是在这个撒球完整班里面呢 可以比方说 这种 这种基本功 这种重要点 外面 没有学到的 还是外面没有学得很清楚 为什么说是在这个撒球完整班里面呢 因为呢 在这个撒球完整班呢 我不只是教撒球而已 OK 这副撒球完整班 之所以那么长呢 是教完所有后场的动作 所有后场的动作 OK 所有跟后场有关的问题全都有包含 OK 基本功 肯定是有的 然后呢 所有后场的高原就什么都有 出了一个吊球 但其他人都有 OK 很多人都会问我 哎 他们买其他课程 他们说我是个女孩 我需要买撒球吗 肯定需要啊 为什么呢 整个羽毛球你一定要会打后伤 很多人不敢打后伤 是因为你们觉得我学过了 但是我就是打不好 我就不敢碰撒球这东西 我也不敢碰高原球这个东西 没有这样的 OK 很多回合你们在外面学的时候呢 他没有这些教学这些课程呢 或者是这些训练计划的 不是很针对性的去为一个业余 或一个刚接触羽毛球的一个球员去定制的 而这个课程是很专门很很刻意的 为不会打球或刚刚接触羽毛球 或很多错的小毛病的人去定制的 所以呢这个是很适合你们的 OK 但如果你会打球的话 那这个课程呢 你会知道很多人讲 哦原来那么多东西不是做错的 OK 之所以这样子 所以这撒球玩怎么才会那么长 因为它包含的不只是撒球 它包含的所有跟后场有关的动作的技术 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呢 它是一个很全面很全面很全面的课程 OK 所以有机会真的去看 然后呢 这课程呢 也是一直在更新的 OK 比方说现在我刚刚编辑好了 一个一个小时多的一个新的内容 将会夹到这个刹雪的课程里面 OK 那些购买的 你们注意一下 OK 应该是下周吧 就会更新进去 OK 去看 OK 很仔细的讲了 从展间到影拍到出拍 然后这些手指啊 带动这些啊 刚刚我解释这些啊 啊 全都很仔细的说出来了 你们去看 好不好 一旦你们会了 已经会了呢 你们就可以只想着动手指了 不管什么动作了 啊 欧场 你看我每次做的时候 我走回上前了 啊 会了 我反拍也是可以小动作啊 啊 全小动作是什么呢 就是影拍小 你可能说小动作不是这样子吗 就停吗 不是啊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我影拍小 我打的时候 球都飞了 你不会一直看着我动作的 你就找球了 懂吗 后面我碰到球我动作再怎么大都没关系 懂吗 因为你不会再看着我动作了 你在找球了 懂吗 OK 当然我们有时呢也是会影拍小 然后碰到球的时候我们拍就停了 没有继续的往下挥 但是呢 那个是看情况的 球来的速度啊 还有你站的位置 各种各样的 我们有时会怎么打 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教学的 但是这个也包含在这个傻球的完整版里面去看 所以我要说 球数块都全都在于你的影拍 你影拍能不能做得小 好能不能把影拍做得小呢 不要误会当别人说只动手指 你们就不会 你们就把整个完整动作 忽略了 反而你是要把整个完整动作练得特别熟悉 你才能够动作特别小 才能够把影拍 所谓的没有影拍的回拍方法 很多人说不要影拍直接打就行了 是对的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解释清楚 你们就会做得很奇怪就发不上你 懂吗 OK 所以呢 这就是我说的不是说手指再有劲就可以的 你动作不对你手指再有劲都没有用的 不会的 不对的 我手指可以不用很有劲 OK 当然有劲会更好啊 肯定啊 OK 有劲是更好的 但是呢 前提是你的动作对才有用 需不需要很有劲才可以打 没有的 懂吗 都是在于你 明白吧 OK 好了那这个教学就到此为止 OK 把你们这个动作学好 OK 节奏空间也学好 OK 这些都在这个参修网课里面已经包含了 去把这些基本功学好 懂吗 学好了那你就可以把所有动作做得很小 然后你就很有威胁力的出球 你每个技术你可以做得小 那对方就没办法反应过来了 OK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吧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教学 帮我点赞 转发评论一键三连 OK 谢谢你们的支持 然后我会继续的带给你们这种 解决你们问题的 视频 好不好这种教学视频 帮你们一直在进步 然后打得更好 OK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